春秋战国时候 赵王见到秦国的使者只有十二岁 就问你们秦国没有人了吗 十二岁的甘罗回答说 我们国家是大事是派连长的去 小事派我来 你听见那个燕国把太子 送到秦国去做人治 而秦国派他的大臣到燕国张塘去做相国吗 赵王说知道 他说刚罗说 如果秦燕两国都友好 那你赵国就很危险了 我可以叫我们的国君 不要把张塘派到燕国去将首相 那你就可以去攻占 燕国 而我们秦国也不会发兵救他 赵王就最后就送了五个城给秦国 然后发兵打赵国 得了三十个城池 然后就送了十一个城池给秦国 如果你想知道哪个统帅被俘是最冤的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